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温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妈高龄产下二胎,生下男孩后叫我立马滚,我爸,家产都是你弟的,我笑着带走属于我的财产,下一秒让他们街头乞讨, 好,舅舅的忌日到了,我回乡下祭拜舅舅,却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婴儿,我妈说,这是你弟弟,我大感意外,我二十二岁了,我妈还拼了个二胎,不过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不干涉,只要不扰乱我的生活就行,晚上,我准备睡觉,我妈说,荣荣,别关门,我一会儿跟你说点事, 我答应了,把门须掩着,躺在床上刷手机,过了很久,我困得昏昏欲睡时,门开了,我闭着眼睛问,妈,你要跟我说什么事,没有回答,只是门关上了,我疑惑地睁开眼睛,看见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陌生男人, 我猛然坐起来,警惕地问,你是谁,他说,我叫李友田,是你的未婚夫 什么未婚夫,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妈叫我来的 眼看着男人到了床边,我迅速从另一边下床,隔着床,我吼道,出去 他说,你妈叫我来向你求婚,我妈在整什么幺蛾子 扑通,他双膝跪下,苏蓉,我很喜欢你,请你嫁给我 我指着门吼,我不同意,你出去,他善笑着说,你爸妈都同意,你妈还说,我们今天晚上,必须洞房 他起身向我扑来,我抓起保温杯,狠狠砸在他脸上 哦,他一声惨叫,我把腿跑出去,用力拍爸妈的门 妈,我屋里为什么有个男人,我妈打开门说,是啊,是我叫李友田来的,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跟你很相配,我愤怒极了,谁叫你把他弄到我房里来的 我如果睡着了,今天岂不是被他糟蹋了 我爸不悦地说,你喊什么喊,你妈不也是为你好,你读书读傻了,连孝道都不懂了 还冲你妈嚷嚷,滚去睡觉 李友田也跟了出来,伸手拉我说,苏蓉,我真的很喜欢你,滚 我一脚踹向他腿肩,他吓得连退几步 我妈骂我,你干什么呀?友田是客人,有你这么对客人的吗? 没礼貌的东西,我拿起手机,再不滚,我报派出所去 我妈给李友田递了个眼色,你先回去吧,我给荣荣做做思想工作 我才不想被他洗脑,愤怒地说,你少惹我,我疯起来六亲不认 我转身进屋,反锁了房门,我妈又敲门又骂,我都不理会 我趴在床上,想哭,却哭不出来,只觉得心寒至极 他们居然把一个陌生男人弄进我的房间里 这是亲爹亲妈能做出来的事吗? 我后悔,我就不该在家里拖夜 下午祭拜完舅舅,我去看了舅命 天色有些晚了,我妈打电话,叫我回来一起吃个饭,明天再早 她还说,要跟我谈点事情 没想到她所谓的谈事情,就是算计了 我几乎一夜未睡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背着包,准备离开 但我拉开门,我妈堵在人口 荣荣,你今天不能走 我冷笑,凭你也想拦住我 我爸冲过来,指着我妈道 你不嫁给李永田,休想离开 我强行要冲出去 他俩把我往屋里推 正拉扯间,姑妈和表姐来了 赶紧把我们分开 姑妈问,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起来了 我妈说,荣荣都二十二岁了 婚事还没有着落 我把李永田叫来跟他相亲 他却把人赶跑了 你说气不气人 姑妈说,李永田年龄太大了 又憨头憨脑的 哪里配得上荣荣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 比荣荣大三岁 才里给三十万 其他的也全包 结婚不用你们出一分钱 我爸说,这个也行 苏荣去见见 我说,不见 我妈强势地说 必须见 你早点嫁人 把你的房间给你地疼出来 那么多房间 凭什么要疼我的 我爸瞪着我吼 叫你疼你就疼 所有家产都是你弟弟的 你别想跟他争 我好笑 你怎么就认为是我跟他争 而不是他在跟我争 他是儿子 儿子怎么了 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儿子就是传宗接代的 女娃有什么用 只能给别人家生孩子 我转身要走 不见 不料 我妈一把将我肩膀上的胯包抢走 你的婚事不定下来 你别想离开 我的证件和手机都在胯包里 我自然得拿回来 不然连动车和地铁都坐不了 我跟我妈抢胯包 我爸和姑妈都来帮忙 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我爸还大骂我 表姐也劝我 容容就见见吧 成了更好 不成你再走也不迟啊 一边说 他一边给我递眼色 我怀疑我爸妈有什么阴谋 表姐好像知道内幕 但他现在不方便告诉我 所以神神秘秘的 我决定留下来 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正他们抢了我的包 我暂时也走不了 姑妈打了个电话 一个小时后 一辆宝石结开到了我们院吧里 从车上下来的小伙子 二十五岁左右 长相不差 衣服也有品位 看起来确实有钱 当然也可能是伪装的 毕竟现在租车很容易 姑妈说 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月薪两万块以上 然后问我们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 男人说 我没有意见 你们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我妈说 彩礼有点少 怎么这也要五十万吧 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 又培养她读了大学 花费了不少心血 我好笑地看了我妈一眼 这话 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这么多年 他们夫妻俩各自在外逍遥 牙哥没管过我好吗 但我不说话 哪怕她要一百万彩礼 我不嫁 她也得不到一分钱 小伙子点头 没问题 倒是财大气粗 我说我不嫁 我妈马上跳起来说道 你凭什么不嫁 五十万彩礼啊 我冷冷地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你养大 你出嫁 不该给我们挣一笔彩礼钱回来吗 我问她 你怎么养的 为了保持身材 你连奶水都舍不得为我一口 我八岁 你们离婚不见了人影 我十七岁 你们回来都不认识我了 还好意思说 你们把我养大 你们是拖快递送西北风给我喝 把我养大的吗 我爸指着我妈 你是不是从你妈肚子里爬出来的 没有我播种 你妈孕胎 能有你 爹妈的生恩大如天 你拿一辈子也还不轻 我反问她 那你给爷爷奶奶还了多少恩 我妈给老爷姥姥还了多少恩 老子伦得到你指责 她想对我动手 我抓起烟灰缸 你敢打我试试 姑妈抢走烟灰缸 使不得 使不得 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打骂父母 这是大不孝 我看向那个小伙子 你看看我们这家人 你敢娶我吗 娶了我 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她客气地点头 我先走了 再见 哎 你别走啊 我爸妈和姑妈全追出去了 表姐这时候跟我说 荣荣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男人看着条件挺好 却跑到乡下来相亲 还舍得花高价彩礼 我问 为什么 她凑在我耳边说 因为她那方面有问题 不能生孩子 我眼睛瞪大 那姑妈还介绍给我 是舅舅和舅母要求的 他们说 你如果有孩子 会跟你弟弟争家产 让你嫁给一个不能生孩子的男人 你没有孩子争家产不说 你以后的财产 也要留给你弟弟继承 原来 这就是内幕 这就是我爸妈的阴谋 他们算得真惊啊 我气了一会儿问 李友田那方面也有问题吗 是的 舅母说她是什么无精正 那三个人回来了 表姐紧张地说 你千万别跟他们吵 不然他们就知道 是我说的了 我姑妈也是个重男轻女的 她本来想生两个儿子 没想到二胎是女儿 她因此对表姐很不待见 如果姑妈知道 是表姐给我漏了风 会把她骂死 爸妈进门就骂我 仿佛我赶跑了财神爷 姑妈说 没事没事 我这里还有一个 我已经打电话了 马上就到 我的胯包被我妈拿在手里 我要寻机拿到包才能离开 没多久 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 一辆农用三轮车开过来停下 车上跳下来的男人有四十多岁 腿有点瘸 脑袋是偏的 说话也不利索 这一次 他们直接把我撇开 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商量彩礼 婚礼 没有人问我同不同意 表姐悄悄告诉我 这个人 那方面也有问题 她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妈 她娶老婆就是为了照顾她妈 所以声称可以给三十万彩礼 我笑了 我这对父母 绞尽了脑汁 要把我推进火坑里 为了让我挣财礼 为了给他们的儿子增加产 真是煞费苦心 我妈一边聊天 一边打开我的包 把一千多块现钱抓出来 往她裤包里塞 我每次回乡下都要取一些现钱带着 因为乡下有时候用手机付款不方便 这钱我可以给她 但她不问自取又是另一回事了 屋里孩子睡醒了 娃娃哭起来 我妈匆匆忙忙起身 把胯包往我爸身上一丢就跑了 我爸接了个空 包掉在地上 包里的东西噼里啪啦倒了出来 我冲过去抢手机 我爸一脚踹在我腿上 我摔倒了 眼睁睁看着她抓走了手机 一张纸飘到姑妈脚边 她捡起来 打开念叨 运捡报告单 苏蓉 你怀上孩子了 我没想到她会看到这个 索性点头说道 对 三个月了 看着几个人呆愣的表情 我觉得有意思极了 他们希望我绝后 却万万没想到 我已经怀上了 片刻后 我爸大怒 他一巴掌扇过来 不要脸的死妮子 你怀了谁的野种 我刚站起来 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脸火辣辣的疼 他第二个巴掌又来了 那男人忙拦住 别打 别打 我不嫌弃 我一定会把他的孩子 当成我亲生的 不行 我爸怒喝道 我绝不允许这个野种生下来 必须打掉 我看着他问 你为什么害怕我怀上孩子 你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还有理了 你凭什么说他来历不明 我结了婚的 几个人都愣住了 我妈说 撒谎 你刚大学毕业 结什么婚 我抓过包 从家层里拿出红本本 啪 我用力拍在桌子上 我的孩子合理合法 几个人看着结婚证三个大字 傻了眼 瘸子愤怒了 你都结婚了 还相什么亲 我说 我没答应跟你相亲 是他们叫你来的 你走吧 他骂骂咧咧地开着三轮车走了 姑妈伸手拿结婚证 苏蓉 你什么时候领的证 我手急眼快抓回来装进包里 两年前 姑妈拿了个空 又问 两年前你刚满二十岁 还在读大二 怎么可能结婚 结婚证都领了 还能有假 我把证件一股脑塞进包里 我爸指着我吼 假的 苏蓉 你别以为买个假证就能逃避嫁人 你去民政局查吧 我转身就走 有了其他证件 手机我可以不要 我爸一把抓住我 你必须把这个野种打掉 我忍无可忍 盯着他问 你是我孩子的老爷 你口口声声 骂自己的外孙是野种 那请问你是什么种 他顿时暴怒 拿起烟灰缸砸在我头上 砰 我的头一疼 倒了下去 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咬醒的 头很疼 背上和腿上似乎被重物压着 昏昏沉沉中 我听见姑妈妈 你以后别打她的头 万一打出个好歹 我爸恨恨地说 死了更好 你是不是傻 他给你挣几十万彩礼不香吗 你把他打死了 还得贴几万丧葬费 我妈也骂 你想他死 也别亲自动手啊 死在家里不会气吗 嫁给别人 婆嫁人打死了 也不关我们的事 我的这些亲人啊 对我还真是没有半分亲情 我想挣扎着起来 身上反而更沉 他醒了 我妈说 用力 别让他挣脱 我才发现 我在我爸的农用三轮车上 我妈坐在我背上 姑妈坐在我腿上 我被压得死死的 无法动弹 三轮车突突突 过了很久 停下了 他们把我拖下车 我摔倒了 我的腿被姑妈坐麻了 完全没有知觉 我爸和姑妈抓着我的胳膊 直接把我往妇产科脱 我的鞋子都被脱掉了 有病人和家属好奇的围观 我大喊 救命 帮我报警 我妈的声音更大 哎呀 我这女儿不学好 在学校里跟人乱搞 未婚先孕 还殴打父母 气死我了 我被所有人指指点点 他们想败坏我的名声 为把我赶出家门做铺垫 我以为可以向医生求助 不料妇产科医生是姑妈的亲家母 姑妈说 这孩子精神错乱了 到处乱跑 被坏人玷污 怀了孩子 我们担心胎儿染上什么病 所以带他来打胎 我竭力说明 我的精神没有问题 我也有结婚症 我妈说 她还有疫症 幻想她结过婚 又幻想我们要害她 把自己的头都撞伤了 医生对我说 你的爸爸妈妈和姑妈总不会害你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跟你最亲的亲人 因为我挣扎得太厉害 医生直接给我打了一针震惊计 我的身体顿时软绵绵的 我妈说 快把她弄到手术室去 赶紧把孩子拿掉 我想挣扎 想反抗 想喊叫 但完全动不了 我被抬到手术台上 医生拿出的仪器 叮叮当当响 紧接着 我腿上传来仪器冰冷的触感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有无数画面在脑海里闪现 一个婴儿 被男人啪啪地扇巴掌 伴随着恶狠狠的骂声 你还哭 还哭 你个赔钱货 还好意思哭 老子打死你 你干什么呀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冲过来 将男人狠狠推开 大孩子抱起婴儿 看着红肿的小脸 心疼地掉眼泪 画面变了 一个女人出现 把婴儿的腿抓着 倒提起来 啪啪地打屁股 孩子没有发出声音 又是那个大孩子冲过来 抢过婴儿抱在怀里 看见孩子的脸长得通火 他就以后了 明儿才会哭出声来 画面再转 两三岁的孩子饿得哇哇哭 屋里的四个大人在打麻将 没人理孩子 男人输了钱 过来一脚 把孩子踹翻 我叫你好丧 害老子输钱 十五六岁的少年 背着书包 匆匆跑进来 把男人推开 抱起孩子哄着 孩子说 嗯 和奶奶 大孩子赶紧给孩子 充奶粉味 再给他熬粥 这些画面 既熟悉又陌生 好像是幻觉 又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但被我忘记了 砰 一声巨响 我的意识回笼 门被重重撞开 住手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吏声喝道 谁允许你们动苏融的孩子 滚出去 一件衣服飞过来 搭在我身上 我心里一松 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被吵闹声惊醒 睁开眼睛 看见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病房门口 我爸妈想冲进来 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拦着 爸妈的声音很大 吵得我脑人疼 有护士进来检查我的情况 我借他的手机报了警 朕派出所就在医院对面 警察来得还算快 他们把我爸 我妈 姑妈 和那个妇产科医生全带走了 我又告诉护士 请你们院长来一下 我要投诉一个医生 护士出去了 门口守护我的男人 进来说 嫂子 我姓罗 是老郭叫我来的 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罗大哥 谢谢你 不客气 院长进来了 我投诉了那位妇产科医生 我说 如果你们不处理他 我就打市长热线反应 院长承诺会严肃处理 震静剂的药效还没有过 我身上软绵绵的 没有力气 不久又昏睡了过去 我再次被吵醒 是我姥爷来了 他以老卖老 强势要进来 罗大哥 看他八十多岁了 也不敢拦 只能陪着笑脸 在旁边劝 我姥爷完全不理他 来到床边 指着我大骂 苏蓉 你个天打雷劈的不孝女 竟然报警抓你妈 马上把她放出来 病房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放什么 想害死我孩子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我老公郭静来了 老爷妈 你孩子死了吗 没死报什么警 我气急返校 哈哈 我们没死 也不会死 伤害过我的人 还没有得到报应 我怎么会死 等着吧 他们受罪的日子 还在后面 老爷暴怒 你还要怎样 有本事把你妈杀了 郭静接过来 杀她会脏了我们的手 国有国法 她该承担什么责任 警方会判罚 老爷怒气冲冲地走了 郭静来到我身边说 还好老罗来得及时 我们在老家安装了监控 我每次一个人回乡下 郭静都不放心 但他出差了 又没办法陪我回来祭拜舅舅 只能有空就看看监控 今天他看监控的时候 见家里只有我表姐抱着我弟弟 他马上回看监控 才知道我和孩子有危险 赶紧叫他的战友 罗大哥来救我 罗大哥就在我们小镇上 所以来得很及时 苏荣 我妈又闯了进来 你竟然报警抓我 我打死你个不孝女 姑妈和妇产科医生也进来了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在乡镇上 没有伤残和出人命 都是小事 连拘留都够不上 他们三个没有实质性 伤害到我肚子里的孩子 警方只能口头批评教育一通 就得放人 所以现在来找我的麻烦了 我妈还没冲到我床边 就被郭静抓住了手腕 哎哟 哎哟 我的手要断了 她喊叫着说 你谁呀 放开我 郭静说 我是苏荣的老公 你再动我老婆一下试试 她重重一推 我妈连连后退 我姑妈扶了一把 她才站稳 她看着我老公 眼神有点怯 又外强中干地指着我说 苏荣 你马上把你爸放出来 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反倒养了头白眼狼 报警抓自己的亲爹妈 我爸用烟灰缸砸我的头 是可以被拘留的 所以她没有放出来 我老公冷笑了一声 你们养她 你们是后悔没有把她虐待死吧 我妈大怒 指着她骂 你是哪里来的野狗 有多远滚多远 我火冒三丈 按灵喊来护士 把这个泼妇赶出去 护士叫来保安 把我妈赶了出去 但不一会儿 她又带着派出所的警员进来 指着我老公说 这个骗子拐骗了我女儿 还导致我女儿怀孕了 警员查问 我老公把结婚证递过去 我妈说 结婚证肯定是假的 它比我女儿大那么多 我女儿怎么可能嫁给她 警员调查之后 确认结婚证是真的 我老公也没有对我骗婚 我妈无话可说 只能兴兴地离开 没多久 妇产科医生进来 怒气冲冲地说 苏蓉 你马上撤销对我的投诉 你结婚的事 我又不知道 是你妈和你姑妈 让我给你做手术的 你不能害我被停职啊 我反问她 我有没有告诉你 我结婚了 有没有告诉你 我的精神没有问题 你要拿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凭什么相信他们不相信我 我老公说 你身为医生 没有得到孩子父母的同意 就敢拿掉孩子 连基本的医德都没有 还当什么医生 他自知理亏 恨恨地骂 都怪你们家那两个女人 坑死我了 我讥讽地笑了笑 这三个女人 必然会有一场大吵 我对郭静说 我们回去吧 他摇头说道 不行 医生说 胎儿有点受惊 需要住院观察一下 我想到 在三轮车上一路颠簸 胎儿必然会受惊 也不敢乱动了 第二天 我的病房里 涌进来了一群人 姑妈姑父 爷爷奶奶 伯父伯母 他们可不是来慰问我的 而是来劝说我原谅我吧 我爷爷说 没有你爸哪来的你 生恩大于天 你报警抓他 就是大逆不道 我说 只生不养 不如不生 伯伯说 你八岁 他们才离的婚 总还养了你八年吧 我冷笑 不是养了我八年 是打骂了我八年 因为是女孩 从生下来 我爸就不喜欢我 打骂是家常便饭 我妈也拿我出气 不给我喂奶 是我舅舅用奶粉喂我 把我一点点养大 舅舅只比我大十三岁 却拿我像亲闺女一样照顾 但她还要上学 只要她去了学校 我就会被爸妈轮流打骂 为此舅舅没少跟我爸妈吵架 我五岁那年 十八岁的舅舅当兵入伍了 她临走前 对我姥姥千叮宁万嘱咐 求她帮忙照顾我 我姥姥当时答应得很干脆 其实根本不管我 所以我受苦受难的日子 真正降临了 我经常被爸妈 打得身上青一块子一块 我爸下手特别狠 拿着什么直接砸过来 我被打得不敢着家 跑到村口哭着喊舅舅 邻居看我可怜 给我吃口饭吃 我每次逃出来 就这样东一家西一家地蹭饭吃 我八岁那年 爸妈离了婚 他们都不要我 把我扔给了姥姥 姥姥姥爷重男轻女 打小就不喜欢我 我饱一顿鸡一顿 有时靠好心的邻居 给我吃点东西 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 虽然在姥姥家的日子 也不好过 但我倒觉得比跟着自己的爸妈 还好一点 因为他们上了年纪 打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我十二岁那年 舅舅退伍回来了 他给我买衣服 买书包 也做我喜欢吃的饭 我的生活才算有了保障 有舅舅照顾我的那几年 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我刻意忘记 小时候被父母虐待的经历 因为舅舅告诉我 忘掉不好的东西 快快乐乐地往前看 过好后面的生活 舅舅的关爱 温暖了我的心 也可能是小孩子心大 我真的慢慢忘记了 小时候的痛苦 但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 我高二那年 暑假 舅舅从河里救起了 三个落水儿童 他自己却筋疲力尽 从水面上消失了 等找到舅舅时 他的身体已经冰冷 再也没能醒来 我哭得撕心裂肺 双眼红肿 舅舅是我心里唯一的亲人 他没了 我以后该怎么办 姥姥一边哭 一边骂我是灾星 说我命硬 克死了舅舅 他还说 我爸妈离婚 也是被我克的 我舅舅过世后 我爸妈突然回来了 他们不知道怎么想通了 回来直接付了婚 我妈对我说 是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我心里呵呵 我小时候都没有给我一个家 我十七岁了 他们想起要给我一个家了 刚复婚的时候 他俩好得如胶似漆 但我跟他们亲近不起来 我每天思念舅舅 半夜睡不着 跑到舅舅的坟前哭 有一天 我妈跟来陪着我哭 她哭着向我道歉说 荣荣 爸妈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那时候年轻 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现在我们成熟了 才知道 以前那样对你是错的 以后我们会改正 也像舅舅一样爱你 我对她的话并不相信 虽然他们那段时间 对我确实不错 我妈给我煮饭 我爸给我交学费 生活费 周末 他俩一起骑着农用三辆车 来学校接我 很拉风 很搞笑 同学们却没人嘲笑我 还纷纷搭我们的三轮车回家 周末 一家三口一起吃饭 一起赶集 给我买衣服和学习用品 渐渐的 我确实有了家的感觉 有爸妈陪着我 也安抚了我失去舅舅的伤心 那一年 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成熟了 懂事了 要好好给我一个家了 但在我高考的前一天 家里又发生了变故 那天下午 我把一些日常用品 带回家里 刚进屋 我爸就掐着我的脖子 把我用力按跪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闻到我爸满身酒气 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 当我被按跪下的时候 那些被我刻意忘掉的 恐怖的记忆 一瞬间窜入了脑海 我小时候 我爸脾气一发作 就抓住我的头发 把我重重甩出去 我刚爬起来 他就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按跪下 然后扇巴掌 踢肚子 踹腿 用凳子砸我的背 那天也一样 这一套组合拳 连顺序都没有变 但我十八岁了 不是八岁以前 只能逆来顺受的 那个小孩了 所以我拼命反抗 抓着什么 都往他身上砸 可我到底是女孩 哪里打得过他 我越反抗 他打得越狠 一边打一边 喊我妈的名字 骂得很难听 最后 他将我的头 狠狠往墙上一撞 冬的一声 我昏迷了 等我醒来 已经是次日早上了 我居然没死 也算是奇迹 我爸不见了 我想过报案 想把他送进监狱 把小时候的仇都报了 可报案 等警察来 做笔录 得耽误几个小时 那我就会错过高考 舅舅跟我说 要好好读书 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也想读大学 所以我不能把时间 浪费在这件小事上 我洗掉脸上的血污 饿着肚子赶去考场 高考那两天 别的考生 有一个或者几个家常接送 我独来独往 还瘸着腿 鼻青脸肿 从那以后 又没人管我了 我靠好心人资助上大学 自己打工赚生活费 就这样 他们还好意思说 我爸妈养了我八年 奶奶说 大是心疼 骂是爱 如果你爸真的不喜欢你 你也不会这么顺利 就长大了 我回答 那是我命大 而且我有个好舅舅 不是舅舅照顾我 保护我 也许我活不到五岁就没了 姑父妈 油盐不尽的东西 你还是大学生 礼仪廉耻懂不懂 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懂不懂 老师没有教你仁义孝道吗 我说 老师教我要父慈子孝 我那父亲慈祥吗 他又不是好人 我为什么要孝顺他 爷爷爆粗口 读十几年的书 读到牛屁眼里去了 浪费钱 我好笑 别仗着是我的长辈 就对我指手画脚 那些年你儿子媳妇 打得我伤痕累累的时候 你们管过吗 我被他们抛弃 无家可归 没有饭吃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现在来道德绑架我 哪里来的脸 我爷爷奶奶 大伯和姑妈 都跟我们一个村 姥姥姥爷家在邻村 亲戚间距离都很近 爸妈离婚 爷爷奶奶首先拒绝照顾我 我们这个地方 普遍重男轻女 我爸这个家族 尤其严重 他们是女儿如洪水猛兽 生下来就全家嫌弃 等到家里的男人 要娶妻的时候 又抱怨女方才理高 我姥姥那边也重男轻女 但我舅舅不 她是这两个家族里 唯一的例外 我姥姥肯收留我 也是因为舅舅打电话求她的 平时我跟爷爷奶奶 是什么关系呢 就像村里其他的熟人一样 在路上碰见了 我喊一声爷爷奶奶 他们答应了 就各自走了 我如果不喊 他们会追着骂我没教养 更可气的是 有一次 他们追到我姥姥家 骂我舅舅在我面前 说他们的坏话 让我不认他们 结果我舅舅说 对 是我教的 荣荣 以后路上碰见熟人 你想喊就喊 对那些黑心烂肺的老人 不用理会 从那以后 我在路上碰见 也不喊他们了 所以爷爷奶奶 对我越发不待见 姑妈倒是嘴甜 她每次路上碰见我 都一脸同情地说 荣荣真可怜啊 爹不疼娘不爱的 不过我连她家的水 都没有喝过一口 以前因为她 没有打骂过我 我对她也没有怨恨 这次她伙同我爸妈 差点弄掉我的孩子 我也讨厌她了 这时 我老公发话了 你们虐待荣荣的时候 不把她当人看待 她父亲打她的时候 你们没有一个人 为她出头 现在她为了 自身的安全报警 你们就道德绑架 逼她原谅 还真是一群 没有人性的长辈 众人转移火力 一起辱骂我老公 我大怒 抓起枕头砸过去 滚 我老公把他们推了出去 四日一早 我婆婆给我打来了电话 聊到我爸妈对我做的事 她也很气愤 问道 你报警把你爸爸抓了 我寻思 婆婆是不是也认为我大逆不到 她说 你爸爸这么对你 让他做几年老也不过分 但是我公公婆婆都是体制内的人 我公公和我老公又都当过兵 所以我婆婆希望我们的孩子 以后也能考工和参军 如果我爸爸留下案底 必然会影响到我的孩子走这条路 所以婆婆希望我原谅我爸 我老公也知道 这是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很大 但他心疼我被自己爸妈欺负 非要给我爸一个教训 他说 我儿子以后可以不考工 考干 但那个恶人必须受到惩罚 对于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来说 孙辈不能进入体制内 我婆婆很难受 这件事 抉择权在我手里 但我明白 婆婆是为我的孩子考虑 我有什么理由固执己见 我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混蛋父亲 断送我孩子的前途 我开口说 妈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伤得不重 他最多就是拘留几天 对他没什么影响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 挂断电话 我冷笑了一声 要惩罚他 不一定非得要让他被拘留 我说服了我老公 他陪着我去派出所签了谅解书 第二天 我出了院 老公载我回去拿我的包和手机 到了村上 我让老公先开到村长家 我要拿一个东西 我们一到家 我妈就迎出来说 荣荣 你爸回来了 说你原谅他了 我就说嘛 我女儿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冷冷地说 我本来就不是 你们才是 这丫头就爱开玩笑 这是我女婿是吧 进来做 我们聊聊婚事 我说 我的婚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结婚通知谁了 我好笑 我去民政局领了证就行了 凭什么通知你们 我高考前 他俩先后失踪 电话再也没打通过 高考结束后 我的伤口发炎 导致我发高烧大病一场 差点就死掉了 我报警找他俩都没有消息 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给舅母打电话 是她赶来把我带到医院治好的 现在 我妈来质问 我结婚为什么不通知他们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妈装不下去了 说道 我不管你们领媒领证 在我们乡下 要举行婚礼才算结了婚 郭静说 我们自然要举行婚礼 那好 我妈狮子大开口 彩礼五十万 另外 你必须在城里 给我们买一套房子养老 这婚事我就同意 我笑起来 我们的婚事 国家都同意了 还伦得到你不同意 彩礼房子 你们想都别想 我爸冲出来 指着我妈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给我滚 老子就当没生你没养你 我说 你们本来也没养我 另外 该滚的是你们 因为这房子是在我名下的 你说什么 你名下 我拿出房产证 打开让他们看清楚上面的名字 我是房主 我又打开户口本 我也是户主 我的户口本上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你们 跟我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我妈呆住了 问 你什么时候分的户 我满二十岁就分了 我爸吼道 我是户主 我没同意 我打断他 我二十岁那年 你是失踪人口 不需要你同意 我妈又问 房产证上 为什么会是你的名字 因为这房子 是我老公给我修的 你们有房子吗 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 爷爷奶奶给他们分了三间土墙房子 他俩好吃懒做 十多年前 别人都修起了楼房 只有我们家还是土墙房子 我八岁 他们离婚不见了人影 九年后回来复婚 房子多年没有维修过 早就被雨林垮了 所以当时我妈说 给我一个家 实际上 我们根本没有家 伯伯修了楼房后 三间就平房没有拆 借给我们暂住 我们算临时有了一个家 但只住了一年 我高考前 他俩双双失踪 高考后 我一个人住在伯伯的房子里 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 我奶奶上门来赶我 说我害的瘟疫 怕我把病毒留在房子里 她逼我马上搬走 他们要消毒 舅母收留了无处可去的我 那个暑假 我又被老爷姥姥咒骂 还连累舅母也挨骂 舅母也生的女儿 我姥姥本来还希望 舅母二胎生个儿子 而舅舅又遇难了 姥姥传宗接代的愿望落空 对舅母和表妹很嫌弃 我去了 他们直接把火力对准我 三天两头骂我是扫把星 渴死了我舅舅 我白天到工地上 搬砖挣学费和生活费 晚上回舅母家睡觉 一直忍耐到进入大学 才算摆脱了姥姥的骂声 大二那年 我们这里闹水灾 很多人的房子受损 灾情过后 村长给我打电话 说修房子可以无息贷款 五年后还 问我家修不修 我做梦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是我连爸妈在哪里都不知道 怎么修 村长说 你那爸妈不靠谱 你给你自己修一套房子吧 你可以独立分户 还可以在房产证上 直接写你的名字 听起来是不错 但修房子的钱从哪里来 再说 我想着我大学毕业后要在城里找工作 以后攒钱在城里买房子 乡下就没有必要修了 我的男朋友郭靖知道后说 乡下可以修一套房子 我们休假的时候回乡下住 空气清新 这笔钱 我来出就当是我给你的聘礼 他不仅出钱 还亲自到乡下帮忙监工修造 别人以为他是包工头 没有想到他是我的男朋友 房子修好了 装修完了 连家具都买齐了 我计划把房子晾两年 等我大学毕业就回来住 但我大三的时候 却接到舅母的电话 说我爸妈回来了 他们直接撬了门锁 搬进去住了 我很生气 房子是郭靖花钱修的 他们凭什么招呼都不打 搬进来住 再想到他们那些年 对我的不负责任 我也不想和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决定把他们赶出去 但我当时还在上学 没有精力管他们 大学毕业后 我又忙着找工作 新入职压力大 经常加班 也没有精力回来处理这事 上了两个月的班 我舅舅的忌日到了 我回来祭拜舅舅 顺便想跟父母说明房子的事 让他们搬出去 可没想到他们生了个儿子 竟然各种算计我 想把我赶走 还差点害了我的孩子 闹成这样 我也不用跟他们好好商量了 直接赶走吧 房子修好以后 我就请村长帮我办了房产证 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拿 今天才拿到手 虽然我有房产证 他们还是不甘心走 各种吵闹 撒泼 我老公把他们轰出去 把大门换成了电子门 只有我和我老公可以进去 我爸妈带着他们的宝贝儿子 又搬到伯伯的旧房子去了 我和郭靖回到了城里 我们的婚礼一切从简 没有大操大办 只请了亲朋好友 乡下 我只请了舅母和表妹 其他的人都没有通知 两个月后 我接到表姐的电话 她说 荣荣 我走了 我吃惊地问 你去哪里 我嫁人了 再也不回来了 原来 姑妈的亲家母 被医院查出 还有收受红包 所惠受贿的行为 被开除出了医院 还取消了刑医资格证 她想自己开个诊所都不行了 她说 是我姑妈害了她 跟姑妈吵得天翻地覆 她女儿为她说话 表哥为姑妈说话 小两口也翻了脸 吵得很厉害 表嫂一气之下 跑去医院 把六个月大的孩子引了产 引下来发现 是个儿子 姑妈辜负气得 差点昏倒 骂表嫂狠毒 姑妈和她亲家母 越发骂得难听 表嫂跟表哥的感情 也彻底破裂 离了婚 表哥伤透了心 离家出走了 姑妈以泪洗面 拿表姐出气 表姐也受不了了 跟一个男人走了 据说 我是他们嘴里的灾星 因为是我让他们 这个家散了 明明是他们 重男轻女的报应 怎么能怪我呢 过了几年 我带着女儿 回去祭拜舅舅 发现舅母家的房子 塌了一半 成了微房 我赶紧把她和表妹 接到我那幢房子里 让她们放心住 舅舅曾经给了我一片天 保护了我那么多年 我也要保护舅母和表妹 替舅舅守护她们 不料我妈知道了 上门骂舅母 我养的人 凭什么你想她的福 凭什么 我告诉她 因为我是舅舅养大的 舅母也照顾过我 他们就该享我的福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你们有今天 是你们的报应 我妈气势汹汹地说 我生了你 你就得赡养我 我笑笑 我没说不赡养你啊 拿钱来 她把手伸向我 一百万赡养费 少一个子都不行 我爸妈都是贪玩的人 不中庄稼 爱打麻将 赢了钱 就买肉吃 赶上伙食 输了就借钱 或者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我弟弟 有我爷爷奶奶心疼 也挺照顾 时不时给他们送点粮食 但不会给钱 我妈觉得我大学毕业了 能挣钱了 想把我当摇钱术 我说 现在没有 等你满了六十岁 去法院起诉 法院判我给多少生活费 三百也好 五百也罢 我都给 三百 五百 你婆家那么有钱 你就给我几百块钱赡养费 我说 我婆家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有我对你们有赡养义务 等你们到六十岁的时候 我有工作 可以给你们拿五六百 如果我没有工作 只能给你们拿一两百 别指望着我的赡养费发财 我妈哑口无言 但后来 她还是三番五次地找我救母的麻烦 我老公说 干脆把房子过户给你救母吧 他们腰杆硬一点 就不怕你妈吵闹了 我早有这个想法 但这房子是郭静花钱修的 我不好说 现在她提出来 我就同意了 但救母不肯要 她说 你舅舅生前就跟我说过 要把你当亲生女儿照顾 照顾自己孩子 哪里还要回报 我跟郭静好说歹说 舅母松了口说 我不能白要 可以买下 为了不让舅母有思想压力 我们同意了 舅母的房产正办下来以后 我故意拿在手里 跟舅母手完手在村里走 只要有人跟我打招呼 苏蓉 回来了 我就回答 是啊 我回来卖房子 房子卖了 以后不回来了 要啊 房子卖给我舅母了 以后 舅母家 就是我娘家 我要常回来看看 我妈很快知道了 一群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 我出来 我妈问 苏蓉 你把房子卖了 卖了 卖了多少钱 跟你无关 把卖房子的钱拿出来 我爸吼道 我们给你弟弟修房子 我好笑 这房子修的时候 你们没有出 一分钱一分力 现在卖房子了 跑来向我要钱 你们哪里来的脸 我爷爷也吼道 你弟弟马上就要上学了 你这个当姐姐的 不应该扶持他吗 我凭什么扶持他 他爹妈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 就算他爹妈没了 还有你们当爷爷奶奶的 当伯伯姑妈的 你们和他都有血缘关系 都有扶持的义务 姑妈说 我们凭什么扶持 他是你的亲弟弟 我妈也说 反正我把话撂在这里 你要么把卖房子的钱拿出来 在这里给你弟弟修一幢房子 要么就去城里给他买一套 他最后这句话 把所有人都提醒了 对对 不要他的钱 让他在城里给他弟弟买房子 城里的教育水平高 让他把弟弟接到城里去读书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如果能在城里读书 将来一定比他姐姐有出息 就是 苏蓉 你这个当姐姐的 既然在城里生活 照顾你弟弟读书 也是应该的 谁生的谁呀 我好笑地说 他是你们苏家的种 我这个嫁出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怎么轮得到我照顾他 砰砰砰 大家正在吵吵闹闹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敲打声 抬头一看 我那个五岁的弟弟 拿着石头正在狠狠砸我的车 把引擎盖都砸化了 我大怒 跑过去将他一把拉开 你干什么 我爷爷奶奶马上冲过来推散我 我凶他干什么 他只是个孩子 那孩子见有人撑腰 往我身上吐唾沫 还骂我 你是个贱人 我气得扬起巴掌 谁教你骂人的 我爷爷奶奶说的 说你是个小贱人 啪 不是我打的 是我女儿 他打完吼道 不许你骂我妈妈 那男孩脸上挨了一巴掌 恼羞成怒 冲过来打我女儿 没有一个大人拦着 他爷爷奶奶还怂恿他 打 腰二 狠狠打 我也没有拦着 我弟扑到面前 我女儿又是一巴掌 再灵巧地将身子一转 到了他后面 冲他屁股踢了一脚 我弟摔塌下了 挖得大哭起来 我女儿从两岁开始 他爸爸就教他基本功 现在四岁 虽然力气不是很大 但是很灵活 跟同龄的小孩子打架 他是不会吃亏的 不过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 苏家的人全部吼起来 我那爷爷奶奶更是紧张 慌忙抱起我弟 检查他身上的伤 看见他的两只手掌擦伤了 又急又气 大声骂我 我妈也骂 苏蓉 你不在城里给你弟买一套学区房 我跟你没完 这下都乱哄哄的 恨不能逼我马上给他们拿几百万 怎么了 人群外有人问 苏二娃怎么哭了 我抬头 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李友田 就是我二十二岁的那天晚上 我妈把他弄到我房间来的那个男人 我爷爷奶奶马上让他当个证人 一起控诉 说我怂恿我女儿打了他们的宝贝孙子 李友田看着我说 原来苏蓉这么野蛮啊 当初我幸好没有娶你 我看看他 又看看我弟说 李友田 你跟我弟长这么像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吧 所有人都呆住了 我妈脸色大变 冲过来打我 死妮子瞎说什么 我抓住他的手推开 我有没有瞎说 你看看我弟不就知道了 两个人都是他鼻子 小眼睛 短脖子 丑成了一个模样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那两张脸上 表情变幻莫测 我其实很奇怪 我弟跟李友田长 这么像 苏家怎么会没有人发现 我爸突然暴怒了 冲过去打李友田 你个狗东西 竟然给老子戴绿帽子 两个男人很快打成了一团 我不想让女儿 看到这样的场面 跟舅母一起 把她带进屋里 我让她看动画片 我站在窗口看着外面 我爸五十多岁了 体虚 李友田才三十多岁 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所以没几下 我爸就被李友田 按在下面 一拳一拳地冲我爸脸上砸 苏家的人自然要帮我爸 我伯伯和姑父冲过去 把李友田拽下来 三个男人打李友田一个人 自然占了上风 李友田被打得抱头鼠窜 逃走了 我爸回头又打我妈 我妈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被打得惨叫 连声喊救命 苏家没人管 还指着我妈 骂他水性洋花 活该挨揍 李友田又来了 举着一把铁锹 狠狠拍在我爸背上 我爸疼得大叫一声 转身往李友田面前冲 李友田又是一铁锹 砸在我爸头上 他一头栽倒 我伯伯和姑父大惊 上前抢铁锹 结果他们都挨上了 伯伯的背上被砸了一锹 姑父的腿上砍了一锹 我给村长打了电话 乡下报警 路途遥远 派出所的警察 要很久才能到 给村长打电话来得快一些 俗话说 县官不如县管 当地老百姓 还是比较听村长的话 村长带了几个小伙子赶来 一边控制住李友田 一边报警 他又找村上的医生 来帮忙处理伤员 也给镇卫生院打了电话 三个男人不断嗷嗷叫 尤其是我爸 他的声音声最大 但此刻 我想到的却是我小时候 他对我的暴打 那时候 他不许我哭 不许我喊 原来 他也会疼 他疼的时候 也会喊叫 一阵手忙脚乱以后 三个伤者被送往医院 李友田被抓 慢慢地 其他人都走了 爷爷奶奶也转身走 我弟喊 爷爷 奶奶 等等我 之前对他特别宠溺的 两个老人 连头都不回 我伯伯也只生了两个女儿 苏二娃是他们眼里 苏家的唯一传人 现在得知他 根本不是苏家的哥 两个老人仿佛老了十岁 我妈拉住弟弟 向我站立的窗口喊 苏蓉 你把这个家弄得家破人亡 高兴了 我高兴吗 不觉得 但我也不难过 我出来说 这是你自己惹的祸 我警告过你 不要惹我 我封起来六亲不认 他愤怒地指着我诅咒 一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你心肠这么歹毒 会遭报应的 我淡淡地说 你们做了多少违背良心的事 心里没数吗 如果诅咒有用的话 你们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他愤怒地问 我做了什么违背良心的事 你真要我说出来 我说 在我之后 你生了四个还是五个女儿 他们在哪里 我妈的脸色又大变了 我冷笑 你们这些年不种地 不上班 哪里来的钱逍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做了些什么恶事情 他颤抖着嘴唇问 你 你怎么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十八岁那年 高考前 我妈失踪 我爸喝醉了酒打我 我被她打得昏昏沉沉的时候 听见她喊着我妈的名字骂 生了四五个都是赔钱货 这种女人有什么用 我因此怀疑 我妈还生了几个妹妹 我妈说 那都是你爸干的 我每次生下来 还在医院里昏睡的时候 她就把孩子抱走了 这话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顿了顿 我又说 你知道我 为什么不报警吗 因为我觉得 那些女孩不管跟着谁 都比跟着你们好 如果警方把她们找回来 交给你俩抚养 她们可能连命都没了 我不报警的主要原因 是我没有证据 警方就算把她们抓了 她们矢口否认 也没有办法 她们以前待过的地方 不下数十个城市 要到那些地方去找几个 无名无姓的小孩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 我也真心希望 她们的养父母 比我这两个亲生父母 更爱她们 我说 坏事做多了 一定会有报应的 不是不报 事后未到 妈 你好自为之 后来 我听舅母说 我爸在医院抢救了很久 最后医生宣布 她脑死亡了 就算救活了 也是植物人 于是我妈和苏家 所有人一致同意 放弃治疗 据我奶奶说 拔掉氧气罩的时候 我爸的眼泪直流 她说 她舍不得死呀 她不想死呀 可是她不死 又能怎么办 她站不起来 又不能干活 我们也不能一直养着她 伯伯的肋骨被砸断了三根 姑父的腿断了 两人都在医院住着 李友田被判处死刑 她是孤儿 没有家 小时候是跟着她叔叔生活的 也吃了一些苦头 成年后 她在外面打工 赚的钱 基本上都被我妈哄骗着花了 所以我伯伯跟姑父 也要不到什么赔偿 当然 李友田的无精证也是假的 是我妈骗我爸的 她想哄骗着我嫁给李友田 为她提供便利 但我没有上当 不久 我爸成了一盒灰 下葬了 李友田被枪毙了 我妈被伯伯赶了出来 她带儿子回到娘家 跟我姥姥姥爷一起生活 姥姥姥爷脾气不好 三天两头就骂我妈 骂她丢人现眼 带个私生子更丢人现眼 我妈也只能忍气吞声 之前姥姥姥爷 有什么事总是找我舅母 觉得我舅舅娶了我舅母 我舅母就应该给他们养老 现在他们什么事情都找我妈 我舅母倒是解放了 后来我舅母再婚 嫁给了舅舅的战友 他们一起去看我舅舅的时候 我想舅舅应该也是开心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